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跟沈潇恋爱七年 同居三年 所有人都认为 这位京圈太子爷 会跟我修成正果 步入婚姻殿堂 直到我京气推迟 燕运棒测出两条杠 迫不及待去酒吧找他 想告诉他这个喜讯 却在即将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 听见他兄弟问 你真的不在意 食于脸上的胎记 我下意识停住了开门的动作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沈潇的回答 他肯定会像刚在一起时那样 语气宠溺地说完全不在意吧 怎么可能不在意 他脸上的胎记真的很恶心啊 左边大半张脸都是 我想忽略都难 沈潇吊耳郎当的声音响起 带着我从未听过的嘲弄 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只能呆呆站在门口 听着里面的对话 他兄弟疑惑 问他为什么不分手 因为他关了灯 声音跟木木很像 木木是我的继妹 喝了酒的沈潇 嗓音有些哑 我忽然想起曾经无数个夜晚 情动地他从后面搂住我 一遍遍轻易地喊着我宝宝 然后抬手关了灯 再来吻我 黑暗中 他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脖梗上 烫得我皮肤发紧 我搂着他 小声问 不开灯吗 他在我耳边低声笑着 怕你害羞 我立刻红了脸 一边在心里感谢他的细心体贴 一边陷入他的温柔侵略中 而现在我才知道 那些黑暗中的温柔并不属于我 我只是一个生涕和身涕 太荒谬了 荒谬到我站在包厢门口 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沈霄还在说着 他在晚上真的挺合我意的 而且谈了这么多年 他很听话 我确实有些很不下心 对他说分手 忍忍吧 我拖着不结婚 逼他主动离开我好了 原来 他从没想过娶我 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 我这个长着丑陋胎记的怪物 能被人真心对待 胃里突然一阵恶心 我跑向厕所吐着 眼泪借机迫不及待地涌了出来 怎么都止不住 泪眼朦胧中 我看见了 一直被我紧紧攥在手里的燕运棒 下一秒 我狠狠将它扔进了垃圾桶 你想我离开是吗 那就如你所愿 简单地收拾好自己 我面无表情地走出厕所 却迎面撞上了上厕所出来的沈潇 他缓缓吐出一口烟 棱角分明的脸 在烟雾中若隐若现 宝宝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 沈潇熟练地搂住我的腰 低头蹭了蹭我脸上的胎记 一如七年前的那个跨年夜 那个时候的沈潇刚上大一 校内没人知道 他是高高在上的京圈太子爷 我和他的接触 也仅仅局限于社团活动 但他的活泼开朗 还是让我偷偷心动了 跨年夜 他毫无预兆地 拦住了准备回宿舍的我 高调向我献上红玫瑰 向我告白 此刻的告白 让我那颗暗恋的心 几乎停止了跳动 我惊喜又惶恐 拒绝的话 却随着自卑脱口而出 不了吧 我们不合适 说完我就要走 沈潇却拽着我的手 固执地要问出个原因 眼见着剧集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各种目光不停落在我的左脸上 我的后背起了一层紧密的汗珠 最终 我破罐子破摔 我脸上的胎记很丑 我的声音很小 但是沈潇听得很清楚 他低笑一声 我还以为什么呢 下一秒 他捧起我的脸 磨光深情 听着 学姐 我不在乎这个 我只在乎你 喜不喜欢我 昏黄的路灯 在他身后亮起 趁得他向来救赎我的神明 细小的雪花落在他肩上 落在我睫毛上 我轻轻眨了下眼 忽视了他的视线 有一瞬间飘向我身后 那里 站着我那缸脱单的寂寐石木 他搂着富二代男友的胳膊 眼里划过一丝不甘 见我愣正着 沈潇突然低头 拿脸颊蹭了蹭我的胎记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 却没人对我做过的动作 让我心跳加速 答应了他的告白 这个动作 也成了我们恋爱期间 表达爱意的特殊动作 每一次触碰 都会让我想起 他告白那天的深情模样 但是此刻 我的耳边却响起了 刚刚听到的话 他脸上的胎记 真的很恶心 关了灯声音 跟木木很像 我猛地偏头 躲过了沈潇的蹭蹭 低头将围巾往上拉了拉 只是顺路来上个厕所 就没想着打扰你喝酒 沈潇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他毫不客气地点明了 我的动作 你在躲我 为什么 我沉默了一瞬 正想着要不要跟他撕破脸 一道甜腻娇软的女声 在我们身后响起 沈潇 是大学毕业后 就跟富二代男友 移民国外的实目 他蹦蹦跳跳地小跑过来 捶了下沈潇的肩膀 好久不见 我回国了 一起喝酒不 沈潇愣了愣 视线直直地盯着实目 生怕对方会在下一秒消失 很快 他反应过来 快速放开了我的腰 局促地朝对方伸出了手 好久不见 木木 他的声音发色 说明他在紧张 面对心上人的紧张 两人的手向我 一触即分 沈潇的耳间却红了 他不自然地把那只手放进衣兜 热情邀请对方 我正好和朋友在那边喝酒 你来吗 好啊 两人并肩走了好几步 沈潇才忽然想起什么 脚步一顿 尴尬地转身 看向从头到尾没吭声的我 小鱼 你要不要一起 石木笑了 呀 姐姐你也在啊 我刚刚没看见你 不好意思啊 我淡定地摇了摇头 没事 你们喝吧 我还有漫画要更新 先回家画稿了 我刚说完 沈潇就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怕我答应 打扰他们俩的这次久别重逢 那宝 小鱼你路上当心 他改了口 不再叫我宝宝 我装作没注意到这点 挥手转身离开 但就在转身的那一刻 眼泪却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石鱼啊 这就是你爱了七年的男人 我当天就收拾东西 离开了和沈潇一起装修的家 刚上飞机 手机通知栏蹦出了一条消息 家里客厅的摄像头提醒我 有人出现 应该是沈潇喝晚酒回家了 我本不想再关注 手还是快了 脑子一步点进去 玄关处 一对相拥着的男女 映入眼帘 石木醉醺醺醺地软着身子 倒在沈潇怀里 嘟囔着要去亲她 沈潇捂住了她的嘴 朝屋里喊了好几声 见我没出来 她意识到我不在家 这才无奈地将石木打横抱起 放在沙发上 你喝太多了 我帮你弄点蜂蜜水 石木朝她的背影大喊 沈潇 我离婚了 你听见没有 我离婚了 你可以来追我了 沈潇正在原地 半晌后才说 木木 按道理来说 我是你准姐夫 石木冲过去 从身后抱住她 那又怎样 你当初不就是 被我拒绝了 才赌气去追她的吗 你根本不喜欢她 你还喜欢我对不对 沈潇梅回答 用沉默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还喜欢 她喜欢得不得了 石木跑到她面前 点起脚吻上了她的唇 这次沈潇梅躲开 他们在沙发上 纵情表达爱意 衣服扔了满地 我听见石木说 害羞要关灯 沈潇却哑声回 别关 我想看你脸红的样子 我猛地关上了手机 看向自己倒映在 手机屏幕上的脸 大块的红色胎记 真显眼啊 一直到第三天 沈潇梅才想起我 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问我去哪了 我都没回 与此同时 石木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她躺在床上的自拍照 有一说一 这张床真的很舒服 细细 她旁边的枕头上 还有梅干的水渍 我坐在异国他乡的床上 平静地盯着 这条朋友圈看了很久 直到一阵沉稳的脚步声 经过我的房门走向浴室 是房东那个 站住在这里的好朋友 夜晚很安静 只剩浴室 稀稀利利的水声 隐隐约约传过来 最后水声停止 尖锐的铃声滴滴响起 是我洗澡前 放进洗衣机的衣服 我起身拿衣服 却在开门的那一刻 跟刚洗完澡的男人对视上 玉袍松松垮垮地系着 剑朔的胸肌若隐若现 最重要的是 她那张与沈潇有些像的脸 是她哥沈怀谦 你跟沈潇分手了 沈怀谦靠着餐桌 磁性清润的声音 不急不缓 飘进我耳朵里 与吊儿郎当的沈潇不同 比她大五岁的沈怀谦 早早就接触了沈家的产业 混迹商界多年的她 气质优雅金贵 却又不乏决策者的冷力 让我有些怕 我端正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嗡了一声 沈怀谦忽然安静下来 余光中 我瞥见她慢慢转动着 左手上的银色尾界 沈潇说过 这个动作表示 她哥心情很好 所以她这时才高兴 她弟摆脱了我 我扯了扯衣角 心里又堵又闷 分得挺好的 她不靠谱 我停住了扯衣角的手 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沈怀谦的手机 在此刻震了震 她当着我的面 接通了电话 是沈潇打来的 哥 石渝这两天 有没有联系你啊 沈怀谦没回答 而是轻飘飘抬眸 看了我一眼 我慌忙摇头 让她说没有 她勾了下嘴角 回答自己弟弟的语气 却淡淡的 又不是我女朋友 联系我做什么 沈潇叹了口气 还没挂电话 她兄弟就围了上来 哟 潇哥这是跟老婆吵架了 放心 石渝长成那样 除了你谁还能看上她 她早晚会回来找你的 那我打赌 不出一个星期石渝 肯定会回来 沈潇在这时轻吃一生 语气自信 多了 不出三天 她就回来了 她没有反驳朋友 对我的讽刺 反而乐呵呵地 跟对方下注 恋爱七年 我们也有吵架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 我想着自己比她大一岁 就会下意识去包容她 主动跟她和好 没想到 这却成了她和兄弟 打去下注的资本 她真的 烂透了 沈怀迁挂了电话 看着安静 坐在沙发上的我 声音很轻 要喝酒吗 我下意识想点头 却又想到 那个被我扔掉的 燕运棒 摇了摇头 也就是在这时 我忽然感觉 有些不舒服 我慌忙跟沈怀迁 说了晚安 回到卧室一看 大姨妈真的来了 我没怀孕 我松了一口气 这下 我跟沈潇最后一点联系 也彻底断裂了 回到房间 我和网络上 认识小姐妹宋之义 尽情吐槽着 自己可悲的七年 空酒瓶在身旁 越积越多 她情绪激动地 为我打抱不平 沈潇这个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傻逼 给她爽上了 还有你那个季妹 就这么不要脸 这么纯的俩神经 到底怎么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 我黄金矿工资深玩家 虚心求教程 不行 凭什么她沈潇 抱着别的女人 开心快乐 我姐妹也不能输 你把国外地址给我 我给你叫个帅哥上门 让你吃上西餐 我被她这番话 吓得一口酒喷出来 不用了吧 我刚分手 宋志毅理直气壮 那又怎样 石鱼 我理解你遭遇了这么大的痛苦 不想再谈恋爱 但是你要记住 你可以心里没男人 但不能身边没男人 这个世界变化莫测 什么事都会发生 咱们能做的就是享受当下 快点 地址 我今天必须让你吃顿好的西餐 彻底忘掉沈潇那个傻逼 我推脱了她的好意 但随着一瓶瓶酒下肚 我的意识逐渐开始跟不上了 迷迷糊糊给出了地址 在这边待过几年的宋志毅 立刻联系她觉得人品不错的帅哥朋友 上门安慰我 刚挂电话 就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 我摇摇晃晃走过去开了门 朝外面的人礼貌一笑 你来这么快 那人愣了愣 眉头微脸 你在等人 宋志毅找的这个人 声音还挺好听的 我这么想着 腿上因为酒精没了力气 软软地向前倒去 男人迅速反应过来 抓住了我的胳膊 用力时胸肌轮廓隐隐约约 透过黑色修身高领毛衣显现出来 我眨了眨眼 一边感叹着宋志毅找的帅哥真不错 一边想到了沈潇和石木亲密的画面 是他沈潇毫无负担地 糟蹋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先 我凭什么要为了这段感情 伤心难过呢 我也该享受享受 不是吗 想清楚地我果断抬头 语出惊人 你干净吗 做饭技术怎么样 男人眼里划过一丝迷惑 但嘴上还是很实诚 还不错 你饿了 要不要我去下面给你吃 他完全没理解我的意思 不过没关系 喝醉的我也就听见了后面几个字 我转身 想走到床沿坐下 最后却估算距离错误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但即使这样 我还是拿出了最拽的语气 对门口的男人说 过来 取悦我 男人逆光而战 我看不清他的神情 却看清了他的宽肩窄腰 身高腿长 好像比沈潇身材好很多呀 不知道安静了多久 男人终于朝我走了过来 把我拽到床上 声音低哑又克制 时于 你喝醉了 我摇头 没醉 我知道你是宋之义 给我点的帅哥 他愣住了 两久才反应过来 冷笑一声 阴阳怪气地重复道 喝 给你点的帅哥 我懒得再跟他掰着这些 抬脚踩到他大腿上 微微用力 一字一句地命令道 我 让 你 取 悦 我 男人眯起眼 牟底掠过危险的暗光 他弯腰固住我的脚腕 轻轻抹撒着 可以 但是你明天醒来 别后悔 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后悔的 男人强势吻了上来 我的脑子 却在这时 蹦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 不是说西餐吗 他怎么一直跟我用中文交流啊 第二天醒来时 已经快入夜 我看着陌生的房间 陷入了呆滞状态 发胀的脑子 自动帮我复盘着昨晚的记忆 堪比恐怖片的那种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的睡衣 生无可恋地红着脸跳下床 准备逃回自己房间 却在开门的那一刻 闻到了阵阵饭香 好像是我最爱的排骨冬瓜汤 我扶着栏杆往楼下望去 沈淮谦穿着明显小一号的粉色围裙 端着菜走出厨房 身上肌肉线条的轮廓 透过白色衬衣 清晰可见 站在楼上的我 还能看见 他扎在脑后的小啾啾 跟沈潇的寸头不同 沈淮谦的头发有些长 平时正好能在脑后扎起来 配上他自带的优雅气质 让人无端想到了西方的那些贵族 忽然 他抬起头朝我望来 眉眼清俊 黑眸平静 仿佛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醒了 下来吃饭 他说完这句话 又转身回了厨房继续做饭 从我的角度 正好能看见他忙碌的背影 特别是那被粉色细带绑住的窄腰 我微微歪了下头 下意识将这一幕 在我脑海里变成了漫画版本 反应过来后 我小心翼翼地走下楼 不死心地问沈淮谦 我们昨晚真的 醒酒的我没了昨晚的勇气 根本不敢直接说后面的事 他切菜的动作一顿 轻飘飘地扫了我一眼 你是想不负责 我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怎么可能 我只是 只是记不得后面的事了 我只记得接吻 后面为什么跑到你房间的床上 我也记不清了 最重要的是 我醒来什么感觉都没有 这也太怪了 除非它是 我的视线 默默撇向桌上的金针菇 当然 后面这些话我都没说 沈淮谦语气平淡 因为你床单脏了 我就把你抱到我房间了 我正在原地 自动脑补出了床单脏掉的原因 成功让自己面红耳赤 那个 你放心 我会负责的 说完这句话 我陶冶似的 飞奔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躲着没再见他 是的 醒来的我狠狠后悔了 沈淮谦也没逼着跟我见面 反而提前回了国 回国前 他在冰箱上贴上了自己的电话 说是有困难可以找他 我笑了笑没在意 直到有一天 晚上我躺在床上无聊 登上了旧的微信 置顶的家族群 有很多未读消息 我一条条看了下来 妈妈啊了我 小鱼 你跟沈家那个小少爷吵架了 沈家最近刚买了快递 要建新楼盘 你爸正准备找沈霄 拿下这个建筑项目呢 你不能在这个结果眼上出事啊 赶紧去找他道个歉和好啊 男人很好哄的 继父紧跟着假惺惺的唱白脸 哎 是我这个父亲做得太失败 还要靠女儿 算了 小鱼一定是受了委屈 跟那个沈霄过不下去了 分就分吧 大不了我们把京城和户室的房子卖了 搬到小乡镇上 安安稳稳过下辈子 他总是这么暗戳戳地卖残绑架我 利用我和沈霄的关系 帮他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以往 他说了这种话 我都会顾及家庭和睦 立马答应他 但是这次 他一下午都没收到我的回复 立刻在群里阴阳怪气 哎 女大不中流啊 有自己的想法了 挺好的 爸爸也可以放心了 深爱着他的妈妈 哪见得了自己丈夫受这种苦 立马疯狂 我开始骂我 翅膀硬了 你爸说话都不听 你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的那个脸 能找到沈家小少爷 就偷着乐吧 别搞些幺蛾子了 让爸爸妈妈安心不行吗 早知道你这么不懂事 当初你亲爸死了 我就应该把你扔老家不管你 你看看人家木木 找了个富二代日子过得多好 哪像你 有钱人放身边都不把握住 笨死你得了 两个人就这么天天在群里说了我几百条 却没人问一句 我为什么不回消息 我忽然想起之前在模糊看的那些虐文小说 女主都没了命 爸妈都不在意 也不报警 只知道埋怨 我当时以为只是故事 现在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 真的好窒息呀 我眨了眨有些酸涩的眼睛 继续往下翻 石木终于在他们俩最厌恶我的时候 站了出来 说自己和那个富二代离婚了 继父顿时炸了 好端端的离什么婚 他不是对你很好吗 前段时间他还说要把我介绍给家里新结交的商业伙伴呢 你这不是害爸爸吗 石木立刻安抚道 因为我发现沈潇一直没忘记我 他根本就不喜欢姐姐 喜欢的是我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石木没有明说 但是妈妈和继父都猜出了我忽然消失的原因 群里安静了几分钟 我妈发了条语音 语气里完全没了之前骂我的激动 挺好的挺好的 你跟沈潇谈谈也行 至于你姐 我再给她找新的 而且咱们木木长得好看 理应谈个更好的 继父笑得很开心 好好好 木木眼光不错 三个人其乐融融地在群里聊着天 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妈妈更是一口一个乖女儿 叫得亲切 看完这些记录 我盯了好久的屏幕 才收拾好情绪 继续看其他人的消息 沈潇也给我发了挺多消息 宝宝 你怎么不回家 生气了 因为我和木木喝酒不带你 那天不是你自己说不去的吗 你一声不吭地消失 木木很担心你 还哭着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说要给你道歉 你还不赶紧回来安慰她 石鱼 你别无理取闹了 给你三天处理情绪 然后回来 我们继续谈 你铁了心要跟我做对事吗 石鱼 你不会以为我没办法找到你在哪吧 看到最后一句话 我心里一跳 翻身下床走到冰箱前 看着上面的号码 纠结地撕着嘴巴上的死皮 最终 我还是拨了这个号码 你好 我是石鱼 嗯 我知道 沈怀谦应该是在 参加什么商业晚宴 周围有些吵闹 几秒后 她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怎么了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 没什么起伏 此刻却让人听着 莫名觉得靠谱 沈潇可能会查到 我的出入境记录 你能不能帮我阻拦一下 这种事 对沈怀谦这种 有钱有地位的人来说 是小菜一碟 但她却没答应 小鱼 这是她第一次喊我小鸣 听得我耳朵有些痒 我可以答应这件事 但前提是 我过几天再飞过去见你 你不许躲我了 我心里一颤 揭霸着答应了下来 啊 好 好的 好像躲不掉了 沈怀谦 沈怀谦开始没事就飞过来找我 我壮着胆子跟她接触 就在我觉得自己已经习惯跟她相处的日子时 沈怀谦突然语出惊人 过了这么久了 你还是不打算给我个名分吗 你不想负责了 我待在原地 愣着了半嗓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 给你一个名分吗 她好整以侠地挑了挑眉 不然 那晚欺负我的 不是你吗 我红了脸 憋了半天 最终认命了 试探开口 那 你是要跟我谈恋爱 沈怀谦 转着左手上的银色伪戒 薄唇清起 答应你的告白了 即使事情的发展无比魔幻 但沈怀谦确确确实实 成了我的男朋友 飞过来见我的频率 也越来越频繁 还好 我们并没有什么肢体上的亲密接触 直到那晚 她吃完晚饭 破天荒地约我去散步 我想拒绝 她却自顾自地说 我有点怕黑 我愣了愣 下意识 看向窗外 已经黑下来的天 小时候 做不出傲数题 就会被父亲 关到霉灯的楼梯间 提及幼年往事 她有些落寞地垂下了眼睫 在我印象里总是 波澜不惊的沈家掌权人 在这一刻 透露出了难得的脆弱破碎感 让我拒绝的话 硬生生卡在喉口 怎么也说不出来 去走走吧 出门前 我习惯性地披下头发 戴上口罩 尽最大能力 遮住脸上的胎记 苍白的路灯光下 我低头看着影子 小步前行 晚风将我的头发 吹得张牙舞爪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分神 去将它们拨向耳后 忽然 男人骨节分明的手 将一个普通的黑色发绳 递到我面前 我抬头 撞进沈淮千那双 总是很平静的深邃黑眸中 我正想拒绝 她却掀我一步开口道 你的额头 其实很适合扎高马尾 啊 我愣住了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 适合把头发全部梳上去 毕竟我左边的额头 几乎都是胎记 要试试吗 她说 鬼使神拆的 我接过了这根发绳 转身低头 给自己扎了个高马尾 将胎记露了出来 一切弄好之后 沈淮千淡定地继续向前走 似乎刚刚就是在等一个普通朋友 做最平常的事 我忽然就想到 刚和沈潇在一起那会儿 我和她出门玩 会用厚厚的遮瑕和粉底 将胎记遮起来 说着不在意的沈潇会在开心吃饭时 突然盯着我的脸颊说 宝宝 你额头那边脱妆了 要补一下吗 快乐在这一刻跌入谷底 我慌忙低头 躲避她的视线 给自己补妆 将隐隐露出来的胎记 重新遮住 补好妆后 沈潇满意地勾起了嘴角 比刚刚美多了 那个时候 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现在冷静下来才发现 沈潇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了 她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 完全不在意我脸上的胎记 反而是沈怀迁 她似乎在尝试 让我直面自己 摆脱自卑 察觉到她的好意 我难得朝她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眼睛弯起 主动表达了自己的亲近 谢谢你啊 男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叫她 沈怀迁停住脚步 低头看着我 黑眸划过了熟悉的暗光 让我想起 最久那晚她亲我前 那个危险又极具侵略性的眼神 下一秒 我被她拉进怀里 我想亲你 她的话说得直白 搞得我羞涩不已 我想拒绝 却又在她直勾勾的眼神下 垂下了眸 沈怀迁懂了我的意思 她拉下我的口罩 低头吻了上来 有了第一次接吻 后面的各种亲密接触 就变得理所应当起来 只不过 这次的感觉完全不对 总感觉 她就是个矛头小子 可是不应该啊 那晚我们明明 但我还是忍住没问 我害怕会戳到她身为 男人的自尊心 有了沈怀迁的阻拦 沈潇根本找不到我的踪迹 我没事就国内外跑 无比潇洒 漫画事业也蒸蒸日上 爆款贫出 再次见到沈潇 是五年后 我带着三岁的女儿沈玉叔 出国游玩归来 正好撞上她 远远对视上的那一刻 我直呼不妙 赶忙拉着女儿转身就跑 时鱼 身后传来沈潇的怒吼 我弯腰抱起女儿 跑得更快 但最终还是被她追上 她气势汹汹地跑到我面前 高声控诉我 你他妈这五年 到底跑哪去了 沐沐以为你出了事 每天晚上哭得有多伤心 你知道吗 又是沐沐 即使过了五年 我听到她的这些话 还是会胸腔发堵 不是生气沈潇 而是心疼以前的我 为这种男人浪费了七年 我还没回答 沈潇注意到了 我怀里抱着的小不点 小玉叔跟她爸爸沈淮千 长得很像 也就难免与沈潇有三分像 她愣了愣 反应过来后 猛地拽住我的手 眸底星红 谁给你的胆子 带着我的孩子乱跑 时鱼 你自己赌气 无理取闹就算了 为什么要害的孩子 从小缺少爸爸的陪伴 我差点笑了 正想问她 有多大脸能让我带球跑 女儿就抬头看向她 脆声声地喊道 小叔你好 我是小玉叔 说完 她可可爱爱地凑到我耳边 小声说 妈妈 宝宝没有认错人吧 忽然懂之前 为什么沈怀迁非要拿着自己的全家福给玉叔看 叫她认人了 搞半天在这儿埋了一手 我亲了一口小不点肉乎乎的脸颊 没有错 这就是你小叔 你爸爸的 我看向呆住的沈潇 在她不敢置信的目光下 说出了最后两个字 弟弟 沈潇风了 她不顾路人的眼神 大吼大叫说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跟我哥在一起 你骗我 石鱼 你是不是赌气在骗我 你明明那么爱我 天天盼着我娶你 怎么可能会跟别人生孩子 原来她知道 五年前的我想结婚啊 我被气笑了 她一把抓住了女儿的胳膊 宝宝 你今年几岁 小玉叔被她癫狂的模样 吓到 但还是诚实回答 三岁 三岁 跟我离开的时间 根本对不上 事实摆在面前 沈潇还是不信 她开始风言风语 石鱼 你是不是偷我精子 故意错开时间 怀上的孩子 肯定是这样吧 她被自己说服 轻松地笑了 不过无所谓 我不在意这些 你带着孩子跟我回家吧 我翻了个白眼 拍开她抓着我女儿的手 戳破了她的幻想 你在做什么梦啊 我跟你哥都谈了三年多了好吗 而且 孩子跟你哥几乎一模一样 你看不出来 沈潇沉默了 其实她早就看出来了 她只是固执地不愿意相信 最终 破防的她怒吼道 你她妈就是在说谎 我哥怎么可能看得上 你这个一脸胎记的怪物 话音刚落 她迅速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我平静地看向她 你终于说出口了 沈潇 跟我这个怪物谈七年 很恶心吧 她慌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听她那些虚假的解释 目光看向她身后 匆匆赶来的沈怀迁的助理 刘哥 我在这儿 刘哥跑过来 接走了我手里的行李箱 夫人 您怎么一声不吭回来了 沈总这会儿在开会 没时间来接您 您见谅啊 说完 她才看见我面前的沈潇 知晓全部事情的刘哥 顿时将在原地 额头汗珠直冒 小沈总 您怎么在这儿啊 沈潇冷冷看向她 你刚刚叫她什么 福 夫人 我她妈没跟她结婚 你叫什么夫人 谁允许你叫的 沈潇又在发疯了 我懒得管她 转身就走 刘哥也赶紧跟上来 沈潇还想跟上车 被我一脚踢了下去 刘哥眼疾手快地锁了门 果断开车离去 我按了按有些疲惫的太阳穴 看向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 想到沈潇刚刚疯狂的样子 难难道 有些男人 怎么就非要再失去后装申情呢 正在开车的刘哥 嗨呀一声 没办法 那些人就是纯贱 就无脑挥霍别人的爱 然后又装出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来求原谅 说到底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东西 突然给别人 令人恶心地占有欲作祟罢了 我轻笑 刘哥倒是懂得 他憨憨挠了下头 小懂小懂 全是平时看某乎小说总结出来的 刚刚害你莫名其妙被骂 不好意思啊 我回头跟沈淮谦说给你涨工资 嘿嘿 没事没事 不就被骂两句吗 在前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经过沈潇这么一闹 我没了再躲下去的心思 决定留在国内 毕竟外面那些白人餐我确实吃够了 早就想让我回国公开的沈淮谦 别提多高兴了 第二天出门上班前 终于没憋住问我 小鱼 你要不要带女儿跟我去公司逛逛 女儿的眼睛顿时亮了 她早就想去爸爸工作的地方玩 但是我一直不让 因为我不是很想让她暴露在沈家人面前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 走吧 沈淮谦抱着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牵着我 非要去坐员工电梯 一大早 全公司都知道我俩的存在了 推开她办公室门的那一刻 我正在和沈淮谦逗女儿玩 没想到沈潇早早等在了办公室 她应该一晚都没睡 胡子拉叉 黑眼圈很重 这次她没有再执着地问我 女儿到底是不是她的 而是一拳挥向沈淮谦的脸 我就说怎么查不到小鱼的踪迹 搞半天是你从中作梗 练过拳击的沈淮谦 简简单单躲过了她这一拳 冷笑道 我从中作梗 你不如问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认真去找 你跟小鱼谈这么多年 应该知道她的漫画账号吧 上面不是有IP吗 你关注过吗 你其实中间有一次 查到了小鱼在国外的地址 但是你为了陪那个石木 去游乐园 派了别人过去找 才让我有机会收买她 说到底 我能和小鱼在一起 全靠你想脚踏两只船啊 我的好弟弟 沈潇顿时将在原地 像是被人抽走了 浑身了力气 我捂着女儿的眼睛 面无表情地 又往她心上插了一刀 你既然那么喜欢石木 不如就安安心心 当我妹夫吧 沈怀谦走到我身边 轻轻搭上了我的腰 宣誓主权 还有 沈潇 你该改口叫嫂子了 关系很乱 但无所谓 不管哪个称呼 都在戳沈潇的心 她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来 最后只能失魂落魄地 离开了办公室 当天 我回国并和沈怀谦在一起的消息 就在圈子里传了个遍 五年来没关心过我一句的妈妈和继父 迫不及待地来集团 说要见他们的乖女儿 我果断不见 他们就疯了似的 在家族群里疯狂了我 小鱼呀 妈妈这几年可想你了 你下来看看妈妈呗 没事 不见就不见吧 女儿能找个好归宿 我这个做后爸的也就放心了 算了 妈妈不抢求你 但你一定要记住 你永远是我和你爸的乖女儿 不管到了呢 都别忘了帮衬帮衬家里 是啊小鱼 我和你妈老了 家里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 你没事在沈淮谦面前提提我们就好 我忽然想到之前看到的一句话 钱在哪里 爱就在哪里 我们这个利益至上的家庭 完美诠释了这一点 闭嘴 不然等着天凉石破 五年来 我第一次在这群里说话 群里立刻安静了 我在这一刻格外心情舒畅 石木一直没吭声 反而阴阳怪气 发了个朋友圈 等着被男人甩第二次吧 嘻嘻 我面无表情的评论 你心你爹呢 石木给我回了一个白眼 又没说你 我果断把他这条朋友圈截图 发到了家族群 什么话都没说 有人就替我骂了他 石木气地发语音 骂两人见浅眼开 三个人狗咬狗 咬得欢 最后群也炒散了 你牛什么 谈了七年的 男朋友不照样讨厌你 甚至亲你都要关灯 呵 沈淮谦也天天关灯吧 毕竟没人能接受你这种丑人 这不用你担心了 他怕黑 而且喜欢我喜欢得要死 回完这句话后 我果断把他拉黑删除 让他有气没处罚 一直安静在旁边 看着我聊天的沈淮谦 没忍住笑了 他揉了揉我的脑袋 故意重复我的话 喜欢我喜欢得要死 我瞬间觉得耳朵有些烫 但还是朝他扬了下巴 难道不是 是 他回得干脆 看向我的眼神里 满是浅犬的爱意 我不好意思地撇过头 看着不远处沙发上 睡觉的小御书 问出了自己 疑惑很久的问题 你 为什么会喜欢我呀 实不相瞒 我是你的粉丝 沈淮谦难得在我面前红了脸 他小心翼翼从抽屉里 拿出了我早年化的热血 慢精装板 捧到我面前 那个 能给我个千名骂老师 老公变粉丝 总裁也看热血慢 沈淮谦在我心里的形象 彻底破碎了 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使唤他使唤的更理直气壮了 自从我回来之后 以前只想当个挂牌 小沈总的沈潇 开始学管理公司了 他在我面前放下狠话 等我打败我哥 接手公司的那天 我一定会把你抢回来 豪门继承人之间的斗争 在此刻拉开帷幕 但很快就迎来了结局 只会吃喝玩乐的沈潇 根本比不过从小优秀到大的沈淮谦 沈淮谦真正继承沈家产业那天 沈潇又发疯了 他把我抵在走廊墙边 满眼血丝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他能比我更懂 怎么让你快乐吗 我淡定眨眼 他比你大 沈潇愣在原地 被巨大的耻辱感包围 我这才慢条丝里地 补上后面一句 年纪大的会疼人 被我耍了一道的沈潇 咬紧了后槽牙 我不疼你吗 那我们之前的美好时光 算什么 算海苔 而且也没有很美好吧 毕竟你表里不一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不落地复述了几年前 在包厢外面听见的话 沈潇如遭雷劈 你当时在门外 是啊 还有你把石木带回我们当时的家 在沙发上做的那些事 我也知道 在我回国后 一直没提这些事 装深情的沈潇 沈潇终于觉得 没脸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他不停说着对不起 低头逃离 离开前 他不舍得扭头看了我一眼 小鱼 你回国后变了很多 谢谢 是你哥鼓励我的 他不像某些人 口是心非 沈潇这次没再敢回头 而石木 在那天后 又跑国外 追求起了自己的富二代前夫 结果人家早有了心欢 石木一气之下 去野场跟前夫飙车 想以此来唤醒 两人热恋期的记忆 谁知高速行驶的车子 撞上护栏 造成爆炸 石木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却毁了容 长相是他在我面前 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他根本接受不了 现在的自己 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至于我妈和继父那两个 见钱眼开的 见两个女儿靠不住 就想让继父哥哥家的儿子 帮自己养老 结果对方 为了早点拿钱继承公司 偷偷给他们俩 为了慢性药 不到55岁人就没了 我得知他们死讯的时候 沈淮谦正抱着女儿 在一旁看我的漫画 窗外 阳光正好 一如我未来的人生 女儿出生前 我在国外拔智齿 医生给我全马 麻药禁还没过的时候 大脑混沌的我 一把抓住了旁边的沈淮谦 开始胡言乱语 为什么那天我醒来 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跟金针姑 是什么亲戚吗 沈淮谦疑惑地皱起了眉 追问了两句 才听懂我的意思 她哭笑不得 在我醒后跟我说了实情 那次我只是亲了你而已 后面我忍住了 至于床单 是被你吐脏的 那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想骗你 对我负责 骗子 嗯 被你发现了 所以 接下来 我可以开始证明 自己和金针姑 毫无血缘关系了吗 察觉到危险的 我起身就跑 却被人一把拽了回去 手机掉落在地 有浏览器新闻蹦了出来 长安发现古墓 为辅女师容貌惊艳众人 而那女师的脸 跟宋之义长得一样 访谈会开始前 场内议论纷纷 今天采访的这位小少爷 可是整个江家的掌权人 听说五年前 他眼睛瞎了 还被逐出过江家 要不是他未婚妻 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估计人早没了 嘘 小声点 我坐在一旁 勉强维持着微笑 指甲却深深嵌入掌心 突然 带我的前辈王哥转过头来 小唐 你去给我倒杯水润润 刚走到门口的饮水机旁 大门突然被推开 熟悉的身影撞进视线 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三年时间 许灵舟身上的变化 几乎天翻地覆 原本略单薄的少年 身形变得高大 五官线条也更加灵俐 那双原本雾气蒙蒙的眼睛 如今一片冷然 结果 他淡淡开口 目光隔着镜天望过来 从我身上扫过 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没有丝毫停留 他在几个保镖的簇拥下走上台 从我身边路过时 带起一阵冷清的木质香调 我将在原地 迟了几秒 突然反应过来 我在他身边的那两年 正是许灵舟最落魄的时候 他被赶出许家 眼睛也因为车祸瞎了 当然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 这样也好 我端着水杯回去的时候 访谈已经开始了 许灵舟坐在台上 食指交叠抵着下巴 从容不迫地注视着全场 他正回答着那些商业提问 突然台边的侧门被推开 周宁威走进来 笑着跟许灵舟抱怨 抱歉 灵舟 剧组有点事 我来晚了 他提着华丽的香槟色裙摆 在许灵舟身边落座 全场安静了一瞬 气氛立刻变得沸腾暧昧 王哥端着水杯 侧头看了我一眼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小唐 你别说 你和周宁威长得还有点像呢 我抿了敏唇 勉强笑道 人家是女明星 您太抬举我了 当然会想 因为我和她是亲姐妹啊 听闻您生病期间 多亏您身边这位周小姐 不离不弃 二位已经好事将尽 喉咙漠然一致 我看着台上的许灵舟 她勾了勾唇角 抬手露出左手无名指 那上面 戴着一枚朴素的银戒指 是当年为了哄她开心 我兼职去买的那一枚 身份尊贵的许家小少爷 戴着这样一枚廉价的戒指 显得格格不入 她却像是察觉不到似的 指尖轻轻抚过 嗯 我和她就要订婚了 她说着 目光从台下掠过 有意无意地 落在角落里的我身上 只短短几秒 就收了回去 话筒又被递给周宁威 周小姐 听说您最近正在拍路导的戏 她很少用新演员 这其中是否有许总的因素在 她含笑承认 当然 我向来对自己的专业水准很有自信 不过也不否认 灵州真的为我做了很多 我也完全配得上这份偏爱 落落大方的态度 反而赢得了一众人的赞赏 有人问 能讲讲当初您和许总在低谷时 互相扶持的故事吗 周宁威纯盼的笑容忽然僵住 诡异的寂静里 时间流速都缓下来 好伴上 许灵州才倾笑一声 接过话筒 没什么好讲的 我和她的回忆 只我们两个人知道就够了 我眼眶突然一阵发酸 攥紧手里的笔 有些慌乱地低下头去 只要一闭眼 就会想到以前 少年时期的许灵州 因为性格桀骜不驯 得罪过不少人 她落魄后 有人特意上门来找麻烦 我为了保护她 被推下台阶 摔得浑身是血 那群人被吓到 推嗓着跑了 我咬着牙站起来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走回她身边 走吧 回家 许灵州却突然握住我的手 你受伤了 我们去医院 我没有 我闻到血的味道了 她嗓音忽然抬高 有眼泪从那双雾 蒙蒙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像是蒙了灰的星辰 少年并不宽厚的臂膀 紧紧拥住我 开口 叫的却是我姐姐的名字 周宁威 等我痊愈后 我要给你全世界最盛大的婚礼 访谈结束后 天色阴沉下来 会场外雨帘细密 王哥摸了下口袋 又开始使唤我 小唐 存储卡落在里面了 你回去取一下 我踩着湿漉漉的地面 一阵小跑 电梯数字跳到一 下一秒 门开了 我和里面的两个人 撞了个正着 周宁威正微微侧着头 跟许灵舟说着 片场拍戏的琐碎话题 她虽然表情淡漠 却很耐心地听着 姿态轻易 看到我 周宁威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 抱歉 我含混不清地道了歉 转过身 打算走楼梯上去 许灵舟却在我身后开口 站住 我将在原地 你不是要用电梯吗 上去吧 我慢吞吞地转过身 故意压低声音 谢谢许总 她说着让我用电梯 却又不肯让开路 只是盯着我 你也是今天访谈的记者 怎么没听到你的提问 我垂下眼 许总 我刚毕业回国 还是个实习记者 没有提问资格 这样 她淡淡应了一声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旁的周宁威 恶狠狠弯了我一眼 开口道 我们快走吧 灵舟 晚上还要和路导 他们见面呢 许灵舟终于收回目光 走吧 我独自站在上行的电梯里 正正出神 当初爸妈离婚后 我爸带着周宁威 攀上周家 做了上门女婿 我从有记忆起 就没和周宁威见过面 五年前 她却突然找到我 我给你五十万 你顶替我的身份 帮我照顾一个人 那时候 我妈因病去世 家里欠了一大笔钱 我别无她法 答应了她 见了面才知道 她让我照顾的人 是许家的小少爷 许灵舟 也是她刚定下婚约不久 就出了事的未婚夫 一个瞎子 还是豪门妻子 谁愿意照顾她呀 她一脸嫌恶 要不是考虑到 外界名声不好 我早就和她退婚了 那时候 周宁威刚出道 接了部不错的戏 事业正在上升期 怕被人说薄情寡义 便把这份苦差事 丢给了我 许灵舟顺风顺水地 过了十八年 骤然遭遇变故 脾气变得很糟糕 刚去照顾她那段时间 我总被她冷言冷语地 讥讽 我拿钱办事 从不反驳 直到那天 我去牧原看望我妈 回去晚了点 她又开始宣泄坏脾气 周宁威 你少在我面前演戏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其实很嫌弃我 就是怕外人非异才 后面的话 没能说出来 因为我猛然低下头 稳住了她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接吻 毫无技术含量 还因为带着几分薄怒 更像是野兽间的啃咬 许灵舟却突然安静下来 连耳间都红透了 你 我带着几分恶意 又在她嘴唇上咬了一下 然后退开一点 撑着她肩膀 急促呼吸 感受到了吗 还觉得我嫌弃你吗 我拿着存储卡下去 找王哥 他很满意 小唐啊 你还蛮勤快的 刚好 今晚有场饭局 我带你过去认识点人 当记者呀 人脉很重要的 我连忙谢他 结果 等我们赶到时 我在停车场 看到了一辆熟悉的黑色 劳斯莱斯 顿时将住 许总他们今晚 也在这吗 王哥回头 冲我眨眨眼 我带你去的 就是有许总的饭局呀 小唐 别小瞧你王哥的人脉 这时候后悔 已经晚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 跟他进去 索性 包厢很大 我们这种小记者 跟许灵州他们 根本就不是一桌 王哥带着我认识了 不少行业前辈 这是我们公司 今年来的新人 挺机灵的小姑娘 叫唐于安 小唐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身为新人 免不得要敬酒 喝到最后 我头晕目眩 只来得及说句抱歉 就捂着嘴冲向了洗手间 吐得昏天黑地 我竖了口 又拘了捧冷水 洗了把脸 走出门 走廊灯光昏黄 窗边的暗处 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我心脏狠狠跳了几下 原本想装作没看到 就这么回去 刚迈了一步 身后的许灵州 却开口了 一字一句 微沉的嗓音里 像是交织着 无数复杂的情绪 躺 雨 安 往前走的步伐 一下子僵在原地 我困难地吞了吞口水 听到脚步声 在不急不缓地靠近 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那步履声停在我面前 熟悉的气息 一寸寸靠近 我睁开眼 看到他幽深四海的眼睛 徐总 我紧张地喉咙发紧 低声说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不说话 就那样看了我半晌 才重新站直身体 你的前辈带着你四处敬酒 全包厢的人都知道 你叫什么了 想到王哥的大嗓门 我的脸忽然有些发烫 不好意思 前辈对我们新人很好 可能热心过头了 如果打扰到许总的雅兴 我跟您说声抱歉 我组织语言解释 生怕连累到王哥 还跟他道了歉 许灵舟却又不说话了 暖黄的灯光下 他微微眯起眼 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在唐记者眼里 我似乎是个很斤斤计较的人 我低着头 闷声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下一秒 一张烫金明片 被递到我面前 你还在实习期吧 有个工作机会 要试试吗 我回去的时候 头还有些发晕 刚进门 就被王哥一把拽过去 没事吧 小唐 我揉着抽痛的胃部 小声道 不好意思 王哥 我的胃之前动过手术 不是很能喝 他皱了下眉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目光向下一扫 落在我手里的烫金明片上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那是徐总的私人明片吗 我点点头 想到刚才的场景 那是传说中千金难求 可以直接联系到 他本人的私人明片 蜈蜢不受露 我警惕地抬起眼 没忘记掩饰声音 这么珍贵的机会 徐总为什么会给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 他轻微勾了下唇角 大概看你比较顺眼 这倒是一个很许灵舟的理由 我照顾他的那两年 后来和许灵舟渐渐熟悉了 他会在我面前展示一些桀骜不驯的小脾气 比如某些时刻 我咬着牙 把唇齿间细碎的声音吞回去 揪着他的头发 你看不见 别乱动了 昏暗的灯光下 少年微微抬起头 荣荣的额前碎发 从湿胶的眼睛上拂过 他舔了舔嘴唇 手指贴着我的脖梗 微微用力按住 轻声说 别的地方是好的 所以 你要声音大一点 让我听到 我回过神 胡乱编了个理由 应付王哥 第二天回公司 领导把我叫过去 他和颜悦色地说 小棠啊 最近正当红的那档情感直播综艺 你准备一下 作为特要观察员 过去参加录制 结果等我开始工作后 下一期节目要采访的 就是周宁威和许灵周 那天访谈会之后 他们订婚的消息 高调地出现在热搜上 作为节目的预热宣传 评论区的粉丝都磕疯了 低谷时一起走过 如今顶峰相见 什么绝美爱情 据说周家的公司 原本半死不活 结果靠着许氏集团大力扶持 现在又起来了 强强CP 不科不是人 我一目十行地扫过 关掉评论区 主持人杨朵 一边确认台本 一边和我闲聊 如果能挖到 许总和他未婚妻 那两年的具体故事 节目效果肯定会很好的 我捉紧手里的笔 轻声印好 那两年发生的事 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比谁都清楚 却不能说 周宁威靠着许家的资源和人脉 如今是正当红的一线女明星 节目刚开始 直播间挤满上百万观众 去光灯下 我听到杨朵开口 听说许总和宁威 已经在谈婚论嫁了 能不能分享下 两个人的心路历程呢 周宁威侧头看着她 浅浅一笑 当初那些造谣污蔑她的话 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在我眼里 灵州始终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她深情地凝视着她 眼神温柔地快要滴出水来 许灵州却垂着眼睫笑了下 骗人 我眼睛刚下那段时间 你是怎么嫌弃我的 你都忘了吗 周宁威愣了愣 目光投向一旁的我 闪过几丝狠意 但当着镜头的面 她只能强撑着微笑 我都不太记得了 大概是感情越来越好 只记得我们相爱时 甜蜜的部分 我扫了一眼 深厚的石石弹幕 浩田之类的话 充斥着整个屏幕 我放下台本 握紧话筒 向许灵州提问 看来二位的观点 有一些分歧 莫非另有隐情 不如讲讲 彼此是怎么磨合的吧 我本来以为 她不会说 可沉默片刻后 许灵州还是开口了 眼镜刚出问题的那段时间 我很颓葬 怨恨整个世界 也不喜欢她 她每天早出晚归 空隙里还要照顾我 有一天 忙得晕头转向 鱼顿在锅里 她下楼买盐 忘记关火 她回来的时候 厨房已经烧起来了 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 恍惚的神思里 我好像又感受到那天傍晚 火焰带来的高温 还残余在空气里 我把许灵州 从房间里拖出来 揪着她的衣领 抽了她一耳光 恶狠狠地问 你是不是想死 整个人和我的声音 她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针锋相对地跟我争吵 而是沉默很久很久 才哑着嗓子问我 我死了不好吗 对你来说 不也是解脱吗 好像是在那一刻 我突然发觉 从前高高在上的许家小少爷 如今也不过是只 虚张声势的颓废小狗 于是我喘着气 把她推进房间 火蛇撩过的墙壁 一片黑色 我一颗颗扒开她的扣子 低声说 我没有晚饭吃了 你赔给我吧 她像是意识到什么 你想好 后面的话 被我用力地亲吻赌回去 咽下去 许灵舟 我没觉得你是负担 那天晚上 好像整个世界错乱颠倒 只剩下我们 而此刻 她就是重提 身边坐着的亲密无间的未婚妻 却是周宁威 全世界都觉得 那是独属于他们俩的记忆 令人窒息的色然在心底爆开 过近的距离里 从许灵舟身上传来的某种熟悉 又陌生的气息 正不动声色地包裹住我 铺天盖地 却又已经不再属于我 她停顿了一下 在现场观众的掌声里 最厚道 我永远记得 那天晚上的月光 亮得能照清楚一切 我看不见 却听她讲了一整夜 我攥紧手里的笔 匆匆忙忙低下头去 眼眶发痛 因为我临时修改提问 问出了不少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的事 这场访谈 大获成功 节目尾声时 直播间的观众 已经突破千万 第一次挖到 许家掌权人 那段不可说的隐秘往事的细节 所有人都显得很兴奋 后台 杨朵拍着我的肩膀 真不愧是记者 这临时改的提问 犀利地让人没法不回答 结果一转头 就看到许灵舟和周宁威走过来 她突然哑了声 许灵舟目光淡漠地扫过来 今天的提问是你准备的 我点了点头 周宁威勉里藏真的说 唐记者 你倒是很会戳人痛楚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要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 不要去肖想自己配不上的 我没说什么 只是又看向许灵舟 她神色冷峻 只淡淡道 唐记者能力很强 接下来 就由你继续跟我们公司 对接媒体业务吧 周宁威默然看向我 眼睛里 是没有被掩饰好的恐惧和恨意 她在无人的角落拦住我 眼神警惕又厌恶 唐于安 你还真是贪得无厌 当初明明从我这里拿了钱 现在又回来干什么 我平静地看着她 我毕业了 回来工作 很普通的一句话 工作 唐于安 你当我蠢吗 她却突然发了疯似的 把手里的包砸过来 赶紧滚 就跟她说你主动要求 放弃工作对接 不然你别想再过一天好日子 她的爱马仕砸在地上 包链拉开 洒了满地的东西 我没理会 转身就走 周宁威说到做到 我突然开始处处碰壁 原本几个应该属于我的工作机会 都被人临时顶替 这天傍晚下班前 领导突然把我叫进办公室 下个月有一场很重要的年度发展发布会 你去当一下主持人吧 我微正片刻 听她说 是徐总指明要你去的 公司对面的路边 竟然停着一辆十分熟悉的劳斯莱斯 车窗打开 露出许灵州神色淡漠的脸 唐记者既然对我过去的事这么好奇 不如亲自来问我 我低头 我没有探听许总隐私的意思 只是工作所需 就算是工作 我给了你私人名片 你也可以联系我来问 我抿了抿唇 没什么必要 因为这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 这已经是三年后 它是大权在握的许总 不是那个暴脾气的小狗一样 被教训完 又可怜巴巴缠着我所吻求安慰的少年 周家已经示威 没有许灵州的默许和纵容 周宁威绝不敢如此正大光明地针对我 对他来说 那段过去其实是耻辱的 不想被提及的吧 却被许灵州叫住 站住 他推开车门 长腿一脉 就拦在了我面前 唐小姐 我们聊聊 我将包抱在胸前 压着嗓子问 许总想聊什么 许灵州勾了下唇角 望向我的眼神里 多了点无奈的情绪 聊工作 可以吗 接下来的小半个月 许灵州又来找过我两次 和对发布会上要宣布的几个重要决策 最后 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 递给我一纸文件 还没宣布的大型旅游项目 是直接和省里合作的 你可以在发布会上宣布 作为你挖出来的一首独家新闻 我沉默片刻 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王哥知道这事 一个劲劝我 感觉许总还挺欣赏你的 要不要委婉地跟他提一下 周宁威打压你的事 我修改着主持稿 微笑了一下 不用了 难道他还会为了一个陌生的记者 去为难自己的未婚妻吗 到了发布会那天 现场人满为患 正中间本该是许灵州坐的位置 此刻却是空的 无数聚光灯的闪烁中 我正在宣布 接下来许事的几项重要合作 突然有个陌生记者站起来 大声斥责我 这种绝密的资料 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我冷下脸 我与许事的合作 完全是正当的对攻途径 正当 你这种岔开腿 靠前规则上位的人 也配说这种话 他大声嚷嚷 我可是有证据的 有人走上台来 是周宁威 他盯着我 轻轻叹了口气 唐玉安 你这样的小记者 被灵州吸引 也很正常 我本来想给你留点面子 但你真的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身后的大屏 突然从PPT切换到 几张露骨的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 你发给他这些照片 半夜穿着吊带 去敲他酒店的房门 还有你和你们领导 开房的监控 随着他的话 身后的大屏又一次变换 灯光昏暗的酒店门口 我和领导并肩走了进去 你这种惯犯 全场哗然声中 大厅正门突然打开 西装革履的许玲州 大步走进来 目光凌厉地扫过全场 也从我脸上一扫而过 没有丝毫停留 我的心默然沉了下去 舞台聚光灯照在我身上 像是众目睽睽下 某种公开处刑 一时间台下议论纷纷 干这种事 简直是我们记者的败类 太下作了 真恶心 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封杀她吧 我谁也没看 只是死死盯着许玲州 看着她望向周宁威 淡淡道 你刚刚 说什么 周宁威一下红了眼圈 眼泪将落未落 玲州 你被她骗了 她故意伪装成 专访记者接近你 就是为了从你那里 偷取保密资料 对整个许事不利 就连这次独立主持 发布的机会 也是靠前规则来的 许玲州沉默片刻 看向我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有什么想说的 我在周宁威望过来的眼神中 感受到了她的恨意和快慰 忽然觉得无比荒谬 她和我只差两岁 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妹 妈妈去世后 我和她原本应该是 这个世界上 唯一仅有的 最亲密的人了 我挑着唇角 嘲弄地笑了一下 握紧话筒开口 我想说 徐总 你的未婚妻 在信口雌黄 蓄意造谣 如果因为你爱她 所以要眼睁睁 看着她颠倒黑白 捏造事实 我也会把这件事 如实地写进 今天发布会的新闻稿里 民众有眼睛 这样是非不分的决策者 开发的项目 恐怕也是不能信任的 无论是之前 桀骜不驯的小少爷 还是现在传闻中 那个杀法果断的掌权人 听到这样光明正大的威胁 应该都会动怒 她只是在灯光里 一步步走上台来 站在同样高的地方 与我摇摇相对 用很轻的声音 叫我的名字 唐宇安 我的心被一阵 突如其来的酸涩填满 不想再听她 给周宁威辩驳 我侧过头去 一字一句道 以上对我的所有指控 都是子虚乌有的造谣 我和周小姐的未婚夫许总 只有工作上的交流 没有任何私下里的接触 没有接触 话还没说完 突然被许灵舟的声音打断了 你送了戒指给我 却不打算对我负责吗 我一正猛地扭头看她 她抬起左手 露出左手无名纸上 那枚朴素至极的银戒指 是便宜的材质 工艺也一般 却因为主人的精心达理 在灯光下折射着璀璨的光滑 这枚戒指 好像一下子就把我 拖回到四年前的回忆中 那天 本来是许灵舟的 十九岁生日 她人生中的前十八年 每一次生日 都是穷奢极尺 热闹非凡 唯有这一次 落魄到只有我陪着她 为了哄她开心 我在改论文的间隙里 打了两天功 用赚到的两百多块 买了一对便宜的情侣对戒 回去后 就抓着她的手 给她戴上 许灵舟看不见 却能感受到 她耳朵都红了 还强撑着问我 这是什么 我逗她 路边有对情侣吵架 扔东西 我蹲在那等了半天 捡来的戒指 许少爷别嫌弃啊 别这么叫我 她猴杰动了动 动作小心地 把那枚便宜的银戒指 护在怀里 捡来的我也喜欢 因为是你送我的 她说到做到 往后的日子里 哪怕是我们 极尽欢愉的时刻 她也会戴着那枚戒指 还雅生问我 感受到了吗 是你给我的爱 放松一点 当心个到你 唯有在那种时候 她会显露出一点 独属于小少爷的肆意 和张扬不羁 从记忆里回过神 许灵舟正不不向我逼近 你说话 唐于安 没什么好说的 我攥着裙摆 低声道 许总认错人了 这戒指 不是您未婚妻周小姐 送您的定情信物吗 她痴笑一声 我可没说过 这戒指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说话间 她已经在我面前站定 近在咫尺的距离 必无可避 台下窃窃私语 什么意思 许总说 当初陪她渡过低谷的人 其实是那个小记者 那周宁威是怎么回事 你别说 他们俩长得还真挺像的 周宁威满眼恨意地看着我 却不得不软下语气 去洪许灵舟 灵舟 你别被她骗了 这个人一贯都是满口谎言 有前科的 我闭了闭眼 把心里翻涌的情绪 尽数压下去 在正开始 已经可以让自己平静 无波地看着她 对 是我送的 那时候 我为了钱 冒充周宁威 骗了你两年 后来我拿钱走人 当初的事 我已经忘记了 既然从一开始 你就觉得 那个人是周宁威 也已经和她订婚了 现在纠错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把有些 哽咽的尾音吞下去 深呼吸几下 放下话筒 打算离开 转身的一瞬间 手腕却被握住了 皮肤相贴 从她掌心传来 熟悉的灼烫温度 她的声音滴滴响起 当然有意义 你说过 只要戴着你送的戒指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会一眼认出我 这话还作数吗 我眼睫剧烈地一颤 垂下眼 把所有的情绪 藏进声音里 埋在喉咙深处 只一点点 掰开她的手指 抽出自己的手 在抬头时 神色漠然 忘了 我说谎了 其实在国外 读书那几年 我总是会想起 许灵舟 在她十九岁那年的冬天 快要回去许家的时候 正是我们热恋期的最顶端 北方城市的冬天干燥的要命 接吻时都会被静电擦出的火星 折得微微刺痛 不是没有想过跟她坦白身份 曾经有很多个情道浓食的时刻 她会亲着我的耳畔 哑声叫我 周宁威 周宁威 不要丢下我 像是兜头一盆冷水 突然泼下 我在那一刻 突然意识到 从一开始 我来到她身边 就是怀着难以启齿的目的 顶替另一个人 许灵舟曾经跟我说过 小时候 我被堂哥骗尽必除 锁了门 差点死在里面 我这辈子 最恨别人骗我 如果她知道真相 是不是也会恨我入骨呢 许灵舟二十岁生日前夕 许家老爷子一场大病 意外得知了当年的真相 许灵舟从一开始 就被人蓄意陷害 连车祸都是安排好的 她派人联系周宁威 要把许灵舟接回去 周宁威上门找我 她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女明星 仰着下巴 只高气昂地看着我 现在许家要重新认回她 你不会还做着 飞上枝头的美梦吧 别做梦了 不管是许家 还是许灵舟 他们认的只有我 周宁威 从一开始 你就是个山寨品而已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 摔在我身上 再给你五十万 不要做不切实际的梦了 否则当年的事 我会全部说出去 我默然抬起头 瞪着她 周宁威 妈妈也是你妈妈 我妈是周家的大小姐 她算什么东西 她吃笑一声 一个妓女而已 那天夕阳西下 光芒血红 我失去理智 揪着周宁威的领子 恶狠狠给了她两拳 在她的尖叫声里 有人从门外冲进来 扭着我的胳膊 把我按在地上 光鲜亮丽的女明星 站在我面前 举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说的有错吗 拿了钱 就老老实实滚去国外 别再出来碍眼 不然我就让人 把她当年那些丑事 刻在她墓碑上 她离开了 我盯着那张 轻飘飘落在地上的支票 想到了两年前 因为妈妈生病 家里借了很多债 她去世后 我连一块像样的墓地 都买不起 正好那时候 周宁威联系到了我 要钱 她没听完我的话 就吃笑一声 她才养过我几天 人死了就死了 凭什么要我给她钱 我还以为 她是心存怨对 想要解释 当初她是想要你的 抚养权的 是你哭着要跟爸爸走 我当然要跟爸爸去周家 以为我跟你一样蠢吗 周宁威冷下脸 打断我 怎么 难道你们 还想把我留下来 过着和你们一样穷酸的 死了都买不起墓地的日子 我看着眼前的周宁威 所有话卡在喉咙边缘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那张和我六七分相似的 妆容精致的脸上 满是不耐和嫌恶 身上的丝绸裙 颈尖的钻石项链 手臂上挂着的鳄鱼皮包 随便一样拿出来 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天价 她端起桌上的咖啡 慢悠悠喝了一口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不过 看在我们是姐妹的面子上 你要钱 我也不是不能给你 五十万 你扮成我的身份 替我去照顾一个人 本来的发布会现场 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 眼看在场的人 看她的目光越来越异样 甚至有人调转话筒和镜头 对准她 周小姐 请问刚才许总说的话 是真的吗 当初在她落魄时 陪伴她的人 真的不是你 而是那位唐记者 请问你刚才的那些指控 都是在造谣吗 她无法辩驳 只好求助地看向许灵舟 灵舟 你最了解我了 我陪了你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许灵舟垂眼望着台下的她 笑了笑 别害怕 你不是证据确凿吗 律师已经来了 今天的一切 都如实地进行记录取证 她的声音温柔低沉 仿若安抚 周宁威 却像是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怪物 突然浑身发起抖来 发布会是开不下去了 我收拾好主持稿 转身下台 许灵舟就一声不响地 追在我身后 外面下雨了 我送你吧 暴雨像泼水似的往下躺 我思考了三秒钟 还是决定不委屈自己 坐进许灵舟的 劳斯莱斯时 我侧头望去 见她眼睛里 多了几分隐秘的欢心 只是 等我拿出手机 才发现 刚才发布会上的事 已经被镜头直播出去 上了热搜 好几条话题下 网友们吵成一团 所以周宁威是冒领了 人家小记者的功劳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什么叫冒领 这种靠着敞开 双腿上位的女人 谁说谎还不一定呢 鉴定过了 那几张裸照是屁的 就算真的是她 那她从一开始 就是拿钱办事 是办完了 钱也拿走了 她有什么好委屈的 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许灵舟好惨吗 两个女人 每一个好东西 都在骗她 我心里突然 像被什么梗住 匆匆暗灭手机 转头望去 雨水像横跟在 玻璃窗上的细小河流 把窗外飞速倒退的灯光 混成一团 博杂斑斓的色块 和三年前相比 这座城市的景色 毫无变化 但我和许灵舟之间 却已经天翻地覆 那时候 许家请了最知名的专家出山 量场手术后 许灵舟终于得以重见光明 周宁威花高价请来的保镖 每天二十四小时守在我附近 严防死守 生怕我去见许灵舟 说出真相 然而 他复明那天 那群人却主动把我带到了医院 隔着病房门 我看不到许灵舟 却能听到他没有安全感的声音 周宁威 灵舟 我在这里 周宁威低声道 我真的好担心你 他刻意改变后的声线 几乎与我完全一致 许灵舟没有察觉出异样 只是有些不高兴地开口 你说过 等我恢复视力后 你要做第一个被我看到的人 你食言了 后面的话 我没有再听下去 心头突然涌上的剧烈疼痛 几乎将我整个人吞没 从一开始 许灵舟的世界里 陪着他走过这两年的人 就是周宁威 没有唐鱼案 周宁威的保镖 把我拖进一旁的休息室 没一会儿 他踩着高跟鞋走进来 脸上的妆容 一如既往的精致 只有嘴唇上的口红 花成一团 是许灵舟亲的 他真的很爱我 很离不开我 他一边补妆 一边慢条斯理地冲我说 这两年 你把他照顾得很好呢 不过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你这样身份卑贱的人 永远永远不可能 和他扯上什么关系 你要去哪里 回家吗 许灵舟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微微垂着头 麻烦许总送我去公司 可以吗 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结果他没有发动车子 反而一手搭着方向盘 探过身来 表情看上去 竟有些伤心 暗暗 你一定要用 这么生疏的称呼叫我吗 近在咫尺的 他身上熟悉的气息 混合着雨水清烈的味道 缠绕而上 几乎又要 把我拖进过往的 无数回忆里 这一刻 我突然不想再忍了 推开他 冷冷地看过去 不然要我怎么叫你呢 是叫小少爷 还是叫许灵舟 你要不要再跟三年前一样 在我为了保护你 而受伤的时候 对着我喊周宁威的名字 他突然哑了声 那两年结束了 和你有婚约的人 自始至终都是周宁威 你的生活已经回到正轨 又来纠缠我干什么 可这不是我的正轨 许灵舟看着我 眼圈渐渐发红 我之前根本没见过周宁威 从一开始 我认的人就只是你 秘密实实的疼痛 从心里犯上来 我闭了闭眼 张口时 嗓音止不住地发颤 你还在骗我 许灵舟 你重见光明那天 我就在病房门外 听着你毫无怀疑地 把周宁威当成我 你和他拥抱 接吻 他疏然开口打断我 我没有 睁眼的第一秒 我就知道他不是你 我突然震住了 听到许灵舟壮弱 平静的声音 许家的情况很复杂 那天的病房里 就有不止一个心怀歹念 想置我于死地的怪物 所以发觉他 不是你的那一瞬间 我就做了决定 周宁威是最好的 最完美的靶子 他撩了下唇角 眼底浮现出的笑意里 带着风铃之色 他不是喜欢冒名顶替吗 那就踢个够吧 我的脑中 忽然闪过一些 新闻报道的画面 是在国外读研时看到的 那上面说周宁威拍戏时 碰上真爆炸 差点葬身火海 又说 他和许灵舟一同出游时 被巨大的广告牌砸伤 险些危及生命 我不是故意不认你的 这三年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 爷爷过世后 一个又一个许家的人 跳出来 想杀我 但他们如今不是在牢里 就是在黄泉之下 这其中 甚至包括我的亲生母亲 其实我也并不是怕死 堂哥被迫让出所有骨泉时 发疯捅了我一刀 我也没觉得痛 那个瞬间 我只是 很想你 停车场四下寂静 昏暗的车灯下 他脱掉西装 一颗颗解开白衬衫的扣子 露出胸前 那道靠近心脏的疤痕 许家太乱了 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不过没关系 今天之后 周宁威和那些扶持他上位的最后的势力 也该倒台了 整个许家 连我在内 都可以是你的 他一点点凑近 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凝视着我 过去那双眼睛 永远灰蒙蒙地湿胶着 如今却亮得像是 城下整个宇宙的星辰 我吞了吞口水 低声道 可你已经和周宁威 我没有亲过他 从来没有 他微微加重了语气 我是干净的 姐姐 你可以亲自检查 指着一句话 我脑中理智的弦 彻底崩断 扑过去扒开他领口的时候 无数过去热切的回忆涌上心头 他的低谷 也是我人生中最飘摇不定 彷徨无措的两年 那些横冲直撞 无处宣泄的情绪 到最后 都化成了我们之间的 敌死缠绵 放倒的车座上 我揪着套在 许灵州光罗脖梗上的领带 像过去无数场 闹过矛盾后的欢愉一样 一点点扯住 收紧 微微的窒息感里 许灵州眯着眼 发出一声舒服的溃叹声 好想你 他抱着我 把脸埋在我颈窝 滚烫的掌心 一下一下蹭着我的腰侧 他们真蠢 那么乖巧顺从的画屏 怎么可能会是你 永远没人能演出你的样子 他原本冷冽风铃的嗓音 此刻被预色填满 等到风停雨些 已经是深夜 许灵州把车开到了一栋别墅前 微微凌乱的领带 还挂在他红痕 上存的脖梗上 我拿出手机 看到热搜上 带着一个鲜红豹字的新闻 警号周宁威被带走调查 上个月 我那位同母义父的哥哥联系了他 以知道他的秘密为威胁 要他从我这里偷走招标书 和其他机密文件 我沉默片刻 轻声道 我知道 你知道 许灵州墨地转过头 是你安排的吗 安安 我点点头 掐着自己的手心 强迫自己凝视他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毁掉周家 毁掉周宁威 为二十年前 周家造谣我妈的那场案子犯案 为了这个结果 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我从事媒体工作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十年前 因为看上了我爸 年轻的周大小姐 设局陷害我妈 说她从事暗唱工作 而小小年纪的周宁威 为了过上大小姐的生活 竟然帮着外人 亲手把自己的母亲 推入了深渊 我妈被拘留了十五天 工作也丢了 回家后 所有街坊邻居 都对她指指点点 为我爸打抱不平 爸妈离婚后 我妈背着那样耻辱的名头 带着我狼狈地回到乡下 她郁郁寡欢 刚过五十岁就因病去世 而她过世那天 医院的电视上 正在报道有关周家的新闻 他们说周家夫妻恩爱 儿女优秀 放在豪门之中也是模范 真可笑啊 我妈死的时候 只有不到七十斤 手背上扎的都是 轻轻子子的针孔 她本可以长命百岁的 周家的生意也不干净 他们害了那么多人 也配叫做模范吗 我捂着眼睛 把汹涌的泪意 强行忍回去 许灵舟 我是利用了你 因为知道 你不会放过背叛你的人 所以才让她去 故意犯你的忌讳 你因此而觉得受伤 怨恨我也没有关系 但我必须亲手 把她送进地狱 我压下所有情绪 让自己尽可能 平静无波地注视着她 可是 姐姐 你的手在发抖 许灵舟抓住我 背在身后的手 小心翼翼地送到唇边 亲了一下 你不要觉得害怕 你利用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 那证明你心里有我 我当然会站在你这边 我说过 连我在内的整个许家 都是你的 有关周宁威被带走调查的事 在热搜上沸沸扬扬闹了三天 周家想把舆论压下来 于是求到了许灵舟这里 她坐在办公桌后 听完他们的请求 笑了 你们说得很感人 但这是要怎么决定 抱歉 得由我的未婚妻做主 我爸带着她的豪门妻子 转头看到我 脸色一下就变了 我冲他们微微一笑 二位还是尽快准备一下吧 因为很快 你们就会跟她一样了 许灵舟召开记者发布会 澄清她和周宁威之间的关系 面对提问 她似笑非笑 未婚妻 我可从来没承认过是她 我说的 一直是当初陪伴照顾我的那位 有人提问 可她不是因为收了周宁威的钱 才会去照顾你的吗 许灵舟唇边还挂着笑意 眼神却一寸寸冷下来 这位记者 我劝你谨言慎行 这世界上有钱的人那么多 她为什么只收钱来照顾我 还不是因为她爱我 记者沉默了 坐在她旁边的 我也沉默了 这场记者发布会结束后 我放出了当年她来找我时的那几段录音 一个瞎子 还是豪门妻子 谁愿意照顾她呀 她才养过我几天 人死了就死了 凭什么要我给她钱 难道你们还想把我留下来 过着和你们一样穷酸的 死了都买不起目的的日子 舆论哗然 不是吧 我怎么记得 她一直以来的人设 都是优雅大方女明星啊 所以她和唐于安是亲生姐妹 是她主动找人家代替自己的 浑身上下的行头 加起来过百万 连自己亲妈的目的都不肯出钱 好恶心 我借着这股渗宵尘上的舆论 开了直播 在上百万人面前 讲出了二十年前的真相 周家的大小姐周静 看上了我爸 他们不肯把话说清楚 就此离婚 偏要联手作局 陷害我妈 要她背负着难堪的名头 耻辱地过完这一生 我身后站着的 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寸头男人 读研和实习期间 我四处打听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从同行师姐那里 找到了这个人的下落 她有小偷小摸的毛病 后来又进去过几次 当年那个事是周静指使我做的 那位唐女士的确是清白的 她被自己的女儿骗到周家的酒局上 喝多了 我把她扶到房间里 往枕下塞了一叠钱 周静让人提前报了警 还没等被故意灌醉的 我妈清醒过来 大门就被来扫黄的人推开了 哪怕是现在 构陷一个女人 造黄瑶 给她安上当副的名头 都是轻而易举 何况是在那个年代 我读传媒专业 从事媒体工作 不只是为了这一桩案子 我会把我的余生 都用来为所有受到冤屈 被造谣的女孩子们 平冤昭雪 这场直播为周家的倒台 添了最后一把火 从一开始 他们发家的手段就不干净 如今正赶上盐茶 算是撞在枪口上 一直以来 都不是我在扶持他们 而是我那位 同母义父的好哥哥 许灵舟说 只是项目上有一些合作 随时可以抽离 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我 我总算放下心来 把这些年来收集的证据 通通提交给警方 得益于许灵舟接管许家后 和那些人切割得很干净 她并没有受到牵连 周家彻底覆灭那天 我抱了一束花 带着许灵舟去墓园 看望我妈 墓碑的照片上 她的笑容还是那么温和 却总带着一股哀伤 她是个善良柔弱的女人 也是真心喜欢我爸 也因此这么多年 都没能走出来 当初她临死前 躺在病床上 攥着我的手 让我不要怪罪周宁威 她说 你姐姐不是周家的亲生血脉 在那里一定过得很不容易 她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 周宁威一直靠着贬低羞辱她 在周静面前博取好感 在整个周家一点点站稳脚跟 从她被带进周家的那一天起 就开始腐烂了 我用指尖轻轻抚过墓碑上的照片 妈妈 当年那件事 再也不会有人觉得你有错了 我现在有很好的事业 也有了男朋友 许灵舟站在一旁 低声纠正我 未婚夫 好吧 未婚夫 我下意识转了转 左手无名纸上 和许灵舟配成一套的银剑 当年出国后 我就把它藏在了箱底 还以为 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再带上它 我把墓碑前的花束整理好 起身 鞠了一躬 回头 许灵舟却凝视着我 安安 你先去外面车里等我 我想跟阿姨单独说几句话 秋夜风凉 我在车里等了许久 才看到许灵舟回来 她身上的黑色大衣沾了露水 趁得脸颊轮廓线条更加利落 我侧过脸问她 你都跟我妈说了什么呀 她发动车子 好半赏才说 就说 谢谢她带你来这个世界上 不然我早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就死在了五年前的夏天 等一切尘埃落定 我成功转正 还小生了一个职位 开始独立负责采访任务 是一个高中女生 被学校里的富家子弟校园霸凌 长达一年之久 从学校天台一跃而下 那群人家里有钱有势 谁都惹不起 领导看着我 欲言又指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我当然要去 我接过文件 正好 有关这个霸凌的主题 我在做一场倡导活动的策划案 下午发给您过目 难得 许灵舟如今有钱有势 我背靠她 当然要利用起来 这场采访 连带着后续策划的反霸凌宣传活动 让我忙碌了小半个月 几乎没怎么跟许灵舟碰过面 她发二十条消息 我才有空在叼着面包 看愚情的间隙里 回一个表情包 那天晚上 她说给我准备了惊喜 让我一定回家一趟 我推开房门 夜空繁星闪烁 热雾弥漫的房间里 她撑着床头 小狗似的喘着粗气看着我 眼神发着黏似的 缠绵在我身上 暗暗 你冷落我好久了 我盯着她看了许久 看得沙发果断的许总 耳尖都泛起红 才摘下相机袋子扔给她 自己记好 因为在外面跑了一天 我的嗓音很沙哑 我先去洗澡了 许灵舟很听话 我擦着滴水的头发出来时 她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床头只留一盏小灯 月光像融化的冰水一样躺进来 即便如此 依旧不能给房间里潮湿的热雾 降温半分 暗暗 你亲一亲我 你太紧张了 让我出来点 字字句句 和她遍布以你之色的眼神 柔和在一起 全是引诱的意味 到疾风骤雨停歇 已经是天际泛白的后半夜 我突然想起件事 下个月我要去外地出差 有个很重要的采访 是山区一个小姑娘 长期被村里人集体侵害的新闻 她一个人在山里走了一夜 才到镇子上的网吧联系到我 那地方挺落后的 当地势力盘根错节 估计不太好切入 所以我会多待一些时间 她的手在我后背突出的骨头上收紧 会有危险 那就有吧 我不慎在意翻身坐起来 给自己点了根烟 看到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才安抚了两句 我会尽可能保护好自己的 但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我们媒体工作者的 使命和职责 许灵舟沉默片刻 忽然道 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下周不是有个 很重要的合同要谈吗 可以推迟 为什么呀 其实没什么必要 嗯 我试图跟她讲道理 后面未出口的话 却都被许灵舟热烈地 闻堵了回去 那我一路往下 停在我最敏感的脖梗间 气气喘着气 她哑着嗓音道 因为我是你最忠诚的首位 你只管去实现理想 我会为你保驾护航 好